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大陸的十一長假 在疫情之後出現了 暴復性的出遊 人潮就像是過年一樣的熱鬧 這四天的時間 已經累積了4.25億人次的出遊 這旅遊的收入 將近是3120億的人民幣 消費力非常的驚人 而緊接著又有雙十一 雙十二 等在後頭這些購物 讓大家摩拳擦掌 又有哪些中概股的機會 點到了呢 基本上當然十一長假 很快就放完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可以不用 持續的去討論 但是我們得去想一想 我們怎麼樣超前部署 像川普這樣對不對 接下來很重要的 大家別忘了每年 從哪一年開始的 其實我們大概也 大家也不記得 但是很奇怪 突然之間怎麼多了一個 叫光棍節 對 11月11號 大家要慶祝光棍節 慶祝光棍節要買什麼 不是 慶祝光棍節 慶祝光棍節 既然要上網瘋狂買東西 我不知道這是誰訂的 當然就是這是阿瑪瑜 然後其他的電商受不了 因為每次雙11都被 馬雲風頭搶進 後來就搞了一個雙12 雙12它後面是什麼 誰管那麼多 反正雙11的銷售熱潮太旺了 一天可以賣一年的份量 那是不是再來拚一個雙12 所以接下來大家不要忘了 雙11 雙12的熱潮 連台灣都會參與的 這個現在台灣也有雙11 甚至很多人要買東西 就一直等 等什麼 等雙11到時候上架去搶 真的 雙11便宜很多 我也曾經做過這種荒謬的事 在雙11的時候 上網搶小米機 然後後來發現 雙11過後還比較便宜 我不知道我在搶什麼 這個時候 這些族群會開始忘 包括電商就是一定的 因為上網搶購 電商是不是要處理金流的問題 再來大家生的買什麼比較多 其實還是3C用品比較多 所以你看最近 除了蘋果 索尼 三星 大到推手機 接著這些東西做好以後 一定要經歷兩件事 盒子要裝起來 裝好以後要物流 所以我們就要朝這方面去走 就可以了 朝這方面去走 當然我也很貼心的 幫大家做了這個整理 花了我整整一個早上 大概10分鐘的時間 幫各位做了這個表格 我非常的貼心 所以你要注意看 在族群上面 當然第一個上面 這個就是紙類的 再來這個就是3C類 3C當然包括產品 包括3C通路 再來這個就是貨運 金流跟這個電商 因為有時候大家在講 你族群講半天 那到底怎麼挑 當然在這個地方 我先跟各位說明幾個重點 因為畢竟我們的財報 你看這個稅後成長 這個是一劑一次 所以這是第二劑的 未來我們要看的 是不是營收慢慢的要成長 對不對 它是不是已經開始成長 這表示它的基礎打得很好 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還是在本益比 因為基本上你追捧 你靠散戶追捧 股價要大漲 就這些大的股票來講 還是有點困難 所以如果本益比偏低 基本上法人進場的意願會比較高 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特別挑一檔股票 帶大家看一下 就看這個最 譬如說我找一下 譬如說像這個 譬如說前面這裡好了 我們看這個紅基好了 紅基 因為一直沒有比到 紅基好了 大家會覺得 它的本益比比較高對不對 對不對 23% 但是你注意看 它的營收成長多少 34 有超過本益比 那這樣本益比就不算低 這個叫做PEG的概念 就你用本益比去除以它的 營收成長 所以大家回去的時候 就是說你現在用手機拍下來 或是之後你我們影片上傳以後 你把這個畫面截起來 你仔細看一下 這裡面的這些股票 第一個我已經先做過 一輪的篩選 就是說獲利有大幅成長的 你看最後面獲利有大幅成長 但是如果營收成長 低於本益比的 我覺得就不要了 但是如果它的營收成長 又高於本益比的 你看像紅基 華碩也好 其實最近也確實法人布局 也是著重在這個地方 然後尤其是像貨運 到時候第四季的狀態 一定會很好 這些你也可以特別去關注 金流的部分簡單來講 其實國泰金目前還是拔得頭籌 電商的部分 後面的潛力會很大 但是問題是你 你要怎麼挑 就是我剛才講的重點 就是你要去看營收 跟這個本益比之間的一個對比 要不然如果 像富邦媒雖然不錯 可是本益比這麼高 營收成長如果沒跟上 股價不見得推得上去 透過這樣來做篩選 對 講到這個超前部說 其實時序已經來到了 第四季了 現在也是進入到 消費電子旺季 就在這個中心 被川普納入了 圍堵的名單之後 大陸的IC產業設計業 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變成了海嘯第一排 我們台系列 現在有10檔的高價IC設計股 是趁勢強談 台廠可不可以趁著這一波 來抓到這個轉機 逆勢上漲的這個機會 這我們來問一下史聰哥 沒錯 事實上上個禮拜 這個中心的禁令的時候 我就曾經提到 其實中心的禁令 對我們台灣的公司來說的話 可以說是利大於弊的很多 特別是說 包括說像這個晶圓代工 跟他一樣做的台積電 聯電 或是說像這個世界先進 然後甚至像這個華邦電 或是旺宏 這個大概都會受賄 另外我們今天主要講的是 IC設計 那IC設計來說的話 有些會受到受賄 有些會受害 受害是誰 受害就是當然是那些 現在下單在中心的 那所幸因為它主要 這個目前中心主要 以大陸本身的客戶 大概佔60% 還有海外的客戶為主 台灣在那邊下單的 其實公司並不算多 好 那我們講 其實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受到影響的主要客戶 它包括說像華為 高通或是博通 因為目前它的主要技術 是在90奈米以下 這個目前來說 它主要生產的 包括說像電源管理IC MOSFIT還有攝平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講 電源管理IC MOSFIT和攝平等元件 恐怕會有缺貨草 所以對我們台灣的公司來講 因為它高通裡面來說的話 它大概有這個所謂 下了8吋的60萬片 主要是做電源管理 我們到電源管理IC 它其實是跟高通的晶片組 一起搭配 它既然沒有電源管理IC的話 它晶片組大概也出貨不易 所以法人就預估說 聯發科搞不好 在接下來的第四季 接到這個小米OPPO 或是VIVO的手機 可能會有部分 從高通轉過來 所以你可以講 其實最近的聯發科 就慢慢慢慢的 股價也爬到600多塊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值得觀察 另外就是MOSFIT MOSFIT的話 主要是因為它不需要 太先進的製程 所以它大概下單的地方 都是下在這個 中芯這個地方 中芯主要送這個 所謂8吋的 或是說8吋的90奈米 可能是45奈米 或是三字頭的奈米 來幫他們做 目前因為大陸那邊的缺貨 缺貨之後 他可能會來找台灣廠商 所以包括說像6138的茂達 8081的智新 大宗 捷利 這個主要是做所謂的MOSFIT 這個可能也有機會 會受到所謂利多的消息 這是可能會受到影響的 另外我們講到說 其實最近幾天 如果你有觀察到的話 IC設計真的變成是 短多的點火的標準 今天系列KY又漲停 對 系列KY連續兩天漲停 它漲停了之後 又來到2060塊 又變成是股後 包括說除了這個之外 像5274的信華 5269的翔碩 當初我們陳彥哥 非常看好的翔碩 或是說4966的普瑞 都是1000塊以上 你看最近的外資 已經開始恢復所謂的買超 另外一個原相 艾普 然後這個身家 這都是高價 你看原相為什麼最近會回升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進入了所謂年底的旺季 年底旺季的時候 那種消費性的產品 包括說像任天堂等等 那一定會大熱賣 艾普來說主要是跟中國大陸的 跟這個我們台灣的台積電合作 在做所謂3D架構的 另外像這個聯發科 或是郁泰 創意 創意我覺得也值得留意 因為創意主要是跟台積電 在合作所謂IP這個領域的 我覺得既然是說 我們如果認為說這個 台灣的半導體 接下來的訂單都會好的話 其實對於IC設計股來說的話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留意 外資有 現在已經外資開始在買超了 外資如果持續在買超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千元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他買192張 人家股價可是1800多塊 他買100多張是很多的 所以你看他其實買這些 高價股的IC設計 我們要留意 如果他一直買一直買的話 接下來IC設計股 或許會有比較大的行情 我們就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會離開 這兩天見看 いく Charlie 我們會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